接下来老师要介绍的是Audio Mixer回音器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时间轴里面呢 有三个声音轨 Audio 1、Audio 2、Audio 3 你可以发现它都是立体声 这边有两个喇叭图示的话 表示它是立体声的声轨 目前呢 如果说你不需要用到Audio 3的话 你可以把它删掉 选取Audio 3 然后再选择Delete Tracks 如果你要删除掉的是声音轨的话 请你在这个Delete Audio Tracks勾选 第一个选项 All Empty Tracks 是可以把你没有用到的声音轨删掉 如果选择这一个 那么Audio 2跟Audio 3都会被删除 我也可以在这边选择Target Track 那就是选择删除Audio 3 好 这边还有一个Master Master是主声轨 当你调整Master的时候 然后所有的声轨都会受影响 如果说我们这边有需要再增加声轨的话 可以按滑鼠右键 然后再选择Add Tracks 增加轨道 因为这个增加轨道呢 是视讯轨跟声音轨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增加的 所以它是这个指令呢 是写Audio 3 Ad Tracks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选择说要 新增多少个声音轨 那我这边的Video Tracks 视讯轨我没有打算要新增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选增加几个声音轨 在这个地方可以自行输入 我这边如果说要 我这边如果说要增加两个声音轨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输入2 那或是只输入1就好了 接下来是设定Track Type 声音轨的类型 它这边可以分成立体声 单声道 跟5.1声道 我这边呢 先增加一个Mono单声道好了 按一下OK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Audio 3 这是一支喇叭 一支喇叭呢 就是单声道的意思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汇入的素材 是影片 比方说你去找到一些 或是录制一些演讲的影片 它可能只有单声道 那它就会在原本的Audio 1 Audio 2 Audio 3 再增加一个Audio 4 然后是单声道的 因为单声道的声音呢 不能放在立体声轨上 好 这个是单声道的情况 好 那其实呢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重新命名 声轨都可以再重新命名 比方说这个可能单声道是对白 那你就输入适当的名称 好 那如果说是 那我这边呢再删除掉一个 好 这边呢可以选择OMT tracks 所有未用的空白的声音轨 按下OK 那这样的话连Audio 3都会被删掉 删掉Audio 2就好了 按下OK 好 好 再来呢我们再看 5.1声道会是什么情况呢 再选择增加声轨 这边选择5.1 5.1声道呢通常是如果你购买的摄影机 DV录影机 有支援5.1声道收音的话 汇入进来就会放在这个5.1声道的轨道上 按下OK 你注意看这个说图啊 这个说图呢 如果是写5.1的话 表示它是一个5.1声道的声轨 立体声 单声道 5.1声道 所谓的5.1声道呢是指 前面左右两个喇叭 后面就是指观众 聆听者的后方 两支sarround环绕音效喇叭 中间呢再加上一支 中间声道 通常这个中间声道呢 是放在电视上方或下方 是负责对摆的部分 还有就是左右声道 中间落差 由中间声道来填补 那所谓的点1呢 是指subwoof 重低音 重低音是没有方向性的 好我们现在呢 把用不到的声道呢先删除 OK 然后我这边呢再回到刚才的状态好了 再增加两个立体声道 按下OK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回音 好 这边呢再抓另外一个声音档进来 OK 我知道这个地方呢有超出 没有关系 你现在可以看到在这边呢 有一个三角箭头 如果你想看到像 刚才我们的audio 1这个声轨 上面的声波图示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三角箭头点一下 这样就可以展开 并且可以去调整 黄色这个线条是代表音量 除了在这个地方调整音量以外呢 来我们在播放的时候呢 或许你会希望某些声轨呢 或许你会希望某些声轨的音量强一些 某些声轨的音量弱一些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audio mixer 好 audio 1是代表第一个声轨 audio 2当然是代表第二个声轨 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要让第一个声轨凸显出来 我们这边呢可以再把其他声轨降低 其实audio 3因为没有声音 你可以看到我们audio 3哪里去了呢 往下找 audio 3没有声音 所以可以不用去调整它 好 老师把这个audio 2呢 把它降低 音量降低 然后呢再播放一次看一下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及时调整 或者是我可以这边呢 把audio 2 拉高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master 什么是master呢 来我先回到最前面 master是主声轨 如果说我在这边呢 希望整个整体的音量降低的话呢 我可以把这个master往下调 好我们这边停止 好我们这边停止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在这边呢有三个按钮 第一个是静音 第二个solo就是读咒 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开放这个声轨呢是可以录音的 好做录制声音的 好我们这边呢如果把这个静音呢打开的话再播放一次看一下 好不管你这个audio 1音量怎么调 好在播放的时候是不会听到声音的 好再来我们再回到前面播放 如果说你希望呢某一个声轨能够变成独咒 我们可以在这边按一下solo track 那其他的声轨都会变成不发出声音 那其他的声轨都会变成不发出声音 上面这个呢是平衡旋钮 你可以选择 偏向左声道 或者是偏向右声道 好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做调整 好 我这边呢再把它归零 OK这个就是Audio Mixer的调整的方法 待会呢请归同学试试看